香港這兩年特別多咖啡店開業 但說到近期最熱門的一定是位於灣仔月街 這間本地抹茶品牌的專門店 開業很短時間就已經吸引到大量的Foodie捧場支持 我們是2020年創立的香港本地出產品牌 我和我的拍檔Kara看到市場有個空間 決定在香港開一間抹茶健康飲食的概念 我們很興奮抹茶 因為它有很多健康的成分 因為抹茶其實不只是營養 幫助你不會上癮咖啡 所以跟咖啡不同 所以我們就很興奮抹茶 想帶給香港的觀眾 店舖老闆是抹茶粉絲 所以買的抹茶品質特別好 我們選用的就是 First Harvest的Ceremonial Grade的抹茶 它是人手採摘的 就是最高的質素 所以我們就想用這種抹茶來做我們的健康飲品 他們在京都宇治茶園直接採購抹茶之後 再由專業的調配師指制測量分量 以確保抹茶香濃順口 調配到完美的才會供應給客人 因為我們其實是一個現代的抹茶主義 但是我們又不想完全沒有傳統的方面 我們都很尊重抹茶的傳統和文化 所以我們留在一個傳統的手法抹茶 在一個菜單上 就是給抹茶控是很傳統化的 喝最高級的Ceremonial Grade抹茶 我們推介的是抹茶拉提 我們最受歡迎 但如果想要一些夏天的 更新的 我們有Watermelon Matcha 還有新的就是 Hojicha Strawberry 就是培茶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培茶最有驚喜 同樣以首忽的方法 調製傳統培茶 再加入士多啤梨果汁和牛奶 入口首先給士多啤梨的酸甜衝擊味蕾 然後再會感受到淡淡的培茶焦香 組合新奇得來 味道很不錯 除了飲品 還有很多款輕食 全部都是清新可口 夏天吃就最適合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小鈴鐺 stunned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